HELLO 大家好 我是GRETA 今天這條影片是給我們練習三點頭倒立Triper的朋友 不知怎樣練習都覺得怪怪 發不了力 今天的主題比較虛 但因為就是這樣 就是當我們練習三點頭倒立的時候覺得我已經發力了 手臂又推 肚子又收 但不知為何硬是 上到去都是覺得很不穩陣 或者發的力是好像出不來 又或者是覺得很沒信心 總之你覺得很久一點就會很容易會塌 真的平衡得不到 或者平衡得不夠舒服 三點頭倒立的正位其實是相當簡單的 講清楚 簡單就不等於容易 只不過步驟是簡單的 不是甚麼很複雜 扭到變態的形狀 你只需要把頭殼頂和兩隻手臂放在地上 就是可以上到去的了 對不對 理論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蹦蹦 上去了 但有些朋友就覺得 上到去好像是很難地上去的 好像很難發抖力 很不穩陣 如果我就算上到久一點 我就會覺得頭頸不舒服 甚至乎是覺得 沒甚麼信心可以保持住 因為覺得會煩 如果那個是你的話 其實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的手那個位置 那個擺的位置 因為三點頭倒立 我們把手放在地上 但又看不到自己手的位置在哪裏 所以有些偏差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平衡 因為我們的手 即手腕位置 就是我們的Base 最理想的擺位 就是你的手腕大概在手肘下面 不常見的就是手放得太厚 因為很明顯的 如果你的手放得太厚的話 即是在這裏 你會覺得我手掌也推不到 因為你的手掌這個位置 最近手掌位置 你會覺得已經掀起了 這個很前 就是當你覺得不穩陣的時候 在這裏應該覺得不穩陣 你就不會上去 這個比較少見的 比較常見的就是手放得太近的臉 就是這樣的情況 近的 所以一上去 你就會覺得手掌會很自然飛開 怎樣都很難夾得過來 而且就算上去 就會覺得肩膀很容易縮到耳朵 換句話來說 覺得頭很壓住 不舒服 你不會想保持久 就算上去 你就會覺得他很容易反 如果你的手放得太近臉 其實就是會令到我們的斜方肌 即是我們肩頸位 即是貼震動貼的位置 用力 它的主要用途就是把肩膀抽高 因為你一用了這個力 肩膀就會很容易抽高 當你倒轉的時候 這條頸就短了 力就壓在頭上 而且因為你用了肩頸位 斜方肌太多 用力太多 手掌是不會夾起來 手掌要怎樣夾起來 就是要用你的胸肌 以及背部 我們的斜方肌 前腳肌的配合 才用手掌可以夾起來 如果用得太多 前腳肌 其他東西就很快 所以就變成 你這樣的方法上去 你就會覺得很不穩陣 所以如果 你發現不到你有這個狀況 你不妨嘗試一下 把手掌走後一點 讓手掌比較近 在手掌的下方 當你放了這個位置 你嘗試一下 你能否感覺到手掌夾起來 肩膀離開耳朵 然後才上去 你應該會覺得穩陣些 而且 力發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 成正比多一點 說了這麼多 就要衍生到我們第二條問題 究竟手掌 是否一定要在手掌的下方 才上去呢 答案是 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老實說 每個人的身體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自己研究一下 對我來說 我的手掌在手掌的下方 法力位是最理想的 但有些人真的 會退後一點會好些 有些人前一點會好些 因為除了習慣之外 也要看看 例如我們的手臂骨 那個長度 是否可以真的做到 手掌在手掌的下方 但也是那一句 你不會想太近 因為你走到 剛才也示範了 太近的時候 你真的這些 全部的東西 抱著 是幫不了手的 所以有可能 前一點 有可能後一點 是OK 只不過你要自己探索一下 要拿捏回 究竟你那一點 那個平衡點在哪裏 所以我會建議你 如果下次練這個三點頭到立 而覺得怪怪 你可以找 例如跟你一起練的朋友仔 同學仔去幫你看看 究竟手掌的位置在哪裏 因為你倒轉了 真的看不到 如果你又不是那麼好意思 去打擾別人 或者你不是很相信旁邊的人 這些我明白的 你可以設一個CAM 就像我現在這樣設一個CAM 就自己看回 即是做的時候 自己看回究竟 你做的時候 那個感覺 對不對呢 如果覺得對 就看回 是否手腕的位置 原來這樣放是對的 是舒服的 如果覺得好像發不了力 我又看回我的手腕 是不是放得太前 或者太厚 令到那個法力位好像錯了 記住的是當你做倒立 當你所有東西都搭得英俊 個人不應該很重 應該有少少輕的感覺 但不是飄 你會有少少輕的 但你仍然覺得是受到控制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你覺得上去 哪個倒立也好 你覺得很重 那就要留意一下 有可能的是盤骨每次 盤骨即是腳下半身的課題 我們會遲些說 今天就是講回Base 可能是Base會影響到的 所以要留意一下細節 今天就是我的分享 你可以試一下 告訴我 究竟今天這段影片幫不幫到你 如果幫到的話 麻煩按個like share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就訂閱一下 按個小鈴鐺 因為你不想寫短片 對嗎 然後再加上的 我不只是教YouTube短片 我還有實體課和網上課 有需要 或者有興趣的話 跟我留個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 好 今天就是這樣 下次見 拜拜